我们在给PS5选择固态硬盘的时候 经常会提到三星的980 Pro 还有悉数的SN850 还有Nexus Storage 这三个硬盘算是第一梯队的 价格比较贵 它们和一些便宜的固态硬盘有什么区别呢 这里边有一个比较容易忽视 而且官方没有怎么着重说明的一个参数 那就是缓存 我也是现学现卖 上网上查了一些资料 和各位小白同学分享一下 在商品的介绍页面 经常会看到这个参数 7000 5000 这个是顺序读写速度 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 随机4K读写 这是它们的参数 这也是在硬盘的参数表里边能够查到的 这三者也都差不多 回头对比一下 你购买的便宜的硬盘是什么样的参数 这三块硬盘的缓存都是 动态SLC缓存加DDR4的内存 而且ET的版本都是一个G的DDR4 这个没有区别 前面这个动态SLC缓存是不一样的 它们都是动态的或者是模拟的 但是具体模拟回收机制 每个厂商是不同的 这三块硬盘的存储都是3D TLC的方案 然后它们的寿命也差不多 分别是600、600和700TBW 那中间这个缓存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数据是来自互联网的评测 以三星980 Pro为例 它的缓存是112个G 这个缓存前速度是4200兆每秒 当用完这112G之后 它的速度会变成1750兆每秒 这个速度每家测的不一样 有的是2000 有的是1750 仅供参考吧 这是半盘的速度测试 就是一个T的硬盘用了一半在测试 就是这样的 下面这个悉数SN850 它的缓存是115G 这也是半盘测试 缓存前是5000兆每秒 缓存后降到了1000兆每秒 这115G的缓存用完了 就变成1000兆每秒了 它们用的都是SLC缓存解决方案 因为SLC很快 但是很贵 所以说它就用TLC来模拟 但是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 那就是会影响寿命 另外也会影响缓外的速度 这说明它的回收机制不好 但也不是说不好 因为在全盘测试的时候 好像是200个G的文件测试 它的缓存是在250G左右 也就是说在250G复制文件之前 速度都是5000 这个115G是在半盘的时候测试得出的 所以说它俩各有优缺点 我感觉这个980 Pro更好一些 最后这个Next Storage 我在国内外网站翻了半天 都没有查到这个相关的测试数据 我只在它的官网看到了 它写的是大容量动态SLC缓存 缓存大小高达SSD总存储面积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有300个G都是SLC缓存 具体我没看到1T版本的测试数据 我看到了一个4T版本的测试数据 那个速度是很快的 这块硬盘这方面的测试数据不多 如果你那有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一下 因为前面这两个硬盘它比较有名 特别是980 Pro测试的人更多一些 我建议你在给PS5购买固态硬盘的时候 也问一下客服 关于它的缓存是多少 虽然这个咱们测不出来 但是至少说内存是1G的DDR4 这个是可以测出来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你有帮助 欢迎关注小白宝箱 我们下次见